部院长 这个决定我不服 温兰 我们都已经把房子都让给你了 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呀 大家的情绪这么激烈 必须要给个交代啊 好 你们都要交代是吧 我这里有一段录音 听完这些 我再请在座的各位评评理 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想办法 我才不要把房子还给他 我们要把房子给他 我把它交回来 你们故意要演得凄惨一点 特别是柔柔 你一定有激怒他动手 咱们刘一轮 要把他杠出金黄 各位都听到了吧 我搬回我自己的家 我的父亲 姐姐还有继母 他们串通在一起污蔑我 骗走我的财产 到底是谁六亲不认丧尽天良呢 大家不要相信他 她 她的证据是伪造的 是吗 我这里还有这段录音的完整版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放在群里 大家自己进行人生比对 你居然在家里放录音笔 你这是犯法 犯法 我在我自己家放什么是我的自由 就算放樱花也管不着吧 老板 我查到夫人反常的原因了 什么原因 我看看 真的是失忆 我查遍了全市的医院 这是夫人婚前的整栏报告 在回国当天受了刺激 文兰 原来你是因为失忆才嫁给我的 所以现在你才这么想离婚吗 我把你把你做过的事 我把你做过的事 你把你做过的事 我把你做过的事 我把你做了 你把你做过的事 你做了什么 你把你做过的事 好 没想到居然真的派上用场了 蓝蓝来了 这一次庄文成没有设计成功 后面肯定憋着大招 最近你要小心点 我放了这个监听器 本来是想搜集一些证据 没想到居然遇到了这种突发事件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我蓝姐都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击 别想赶我离开 临门 对了 我还有件事情要做 什么 温蓝已经通过了药剂审核 要开始临床实验了 好好好 就这样 要是温修园醒了 我们就全完了 我们要赶在温修园醒来之前 彻底的掌控精华 护院长 你找我 这 你坐 你坐 遗传病 进入临床实验的消息 是你放出去的 是啊 这个项目的临床实验时间 还有待确定 现在公布出去 是不是有点草治过急了呢 庄文成一家 现在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精华 我怕再等下去 局势将难以掌控 你的家世 已经严重影响到精华的正常运行了 精华是我妈妈一辈子的心血 也是因为我失忆 才让庄文成有机可乘 我现在只是想来这儿替我妈妈重新接管精华 这样也有错吗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违背了研究的初心 这样下去 精华能够发扬光大吗 另外我收到一条消息 庄文成持有的股份 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了 他随时可以发起股东大会 城东的三套别墅无辆车 这些都归他 太多啊 那我改改 一套别墅与辆车 其实夫人都说了精神出户 就算你什么都不给 直接签字也没问题呢 实践果然速度啊 这么快就找上门了 安博士 那我就不绕圈子了 我还是希望你能和我们实态合作 以前的条件不变 再加一条 我可以帮你把庄文成赶出精华 这里是我精华的股份 加上你妈妈手里的 应该可以打败庄文成 只要我们合作 他就是你的 你说的是人话吗 他一个女人离了婚 生活有多困难 你知道吗 他说精神出户没问题 你就觉得没问题 我发现你三国很有问题啊 就两套别墅无辆车 这传出去我的脸往哪儿更 拿来 这些全部归他 你真的愿意把民家所有财产 都无条件给温蓝女士吗 我愿意啊 温蓝女士 你愿意接受旅婚请求吗 我太感动了 我不愿意 哇 老板 我发现你的胸襟和海洋一样宽阔 你懂什么 我这是怕给他的太少 他不肯离 嗯嗯嗯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谢谢石总的邀请 但我恐怕不能答应你 你怎么在这儿 石总 你可真是大方 跟我走 哎呀 你到底要干吗 你是天天没事做吗 我有事要跟你说 好呀 那你倒说说看 到底有什么事非要现在说 没空和你拉分手 你不是离婚吗 我想好了 现在就去离 现在 对 有什么问题 离婚协议我都带过来了 我今天还有事明天 有事 你该不会是不想离吧 不白 你觉得自己很幽默是吗 我之前找你离婚 你天天有事天天推脱 我难道有事一回 我就不能推脱一次吗 对 对 你要想离就现在 立刻马上 走 好了 离 别 你到底想怎样 但你真的要选择实态吗 文婉姐 无论如何 我希望你都能抛开 你和石土的个人关系 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 好 好 是 有